大概啊,我們就先進一個主題,叫做身體的部分 這個就是在談身體 那,你知道嗎?身體是一個循環 身體是一個循環 然後呢,我們有五臟六五在這個地方 然後呢,一樣就是你的氣順不順暢 然後通不通暢,就會造成疾病的部分 那,我們通常會用一個很簡單的方式 那個黃茵師兄剛才有提的,就是順氣的刮殺 那,我想很多人都經歷過刮殺這個行為 那,你們一定是什麼時候?不舒服? 比如說中暑啦,還說吃不下飯啦 還是有些人已經快要進入到感冒的 你們就會想要試試看刮殺這個老祖宗的行為 所以啊,這個我們常講,我們是延續老祖宗的智慧的 我們的論述比較偏中醫的體系 然後呢,我們用的是老祖宗的手法 所以呢,順氣刮殺 就是我在處理身體上的一個手法 但是呢,我們有主張幾個啊 比如說我們的工具啊,我們的方法 這個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剛才提到這個所謂的保健品的部分啊 我就說我有一個潔癖,那個癖就是 我很在意他是不是順氣 如果他是順氣的,那我們當然就會比較贊成 如果他不順氣的時候,如果他講的很好 我就看症狀,如果你需要你就用他 但是我們剛才有提到,如果你不生病嘛 那個跟你無關對不對? 我們只要阿好的生活,甚至阿好的吃就好了 那麼剛才跟這幾個師傑師兄有談到說 我現在可以不吃飯了 吃了那一塊真的可以快耶 那所以呢,我們在這個地方很簡單的 跟大家報告 我不是一個創造很大系統的人 我是把很大系統變得很簡單的那一個人 簡單到你,可能不敢相信說 真的這麼簡單嗎? 是的,他就是這麼簡單 因為要一個人改變他的習慣 甚至於去做一些學習是困難的 大家應該同意啦 改變你的習慣,甚至去做一些學習是困難的 因為每一個人都有我職的部分 執著、固著的部分 請困難,比如說你相信西醫系統 我們手上身邊很多啊 反正他就不像你這一套就對了 那像我的話,不要跟我講治療 不要跟我講吃藥,我也不信那一套 就是這樣子,人有很多附著的 所以你要叫他學習啊 然後你要去教他做一些改變啊 有時候很困難 但是呢,這個困難要怎麼把它變簡單 我常常跟我的學生講說 因為你就是學不到位 你學到沒精嘛 所以,人家自己問到哪裡就想過去 啊,我不知道 啊,我不知道當然也要相信你嘛 甚至說,今天他這裡頭痛啊,腰痠啊 然後可能哪裡不舒服 你也沒辦法幫他處理嘛 那他問你說,我感冒怎麼辦 你也不知道啊 那人家不信你 如果你有一天跟我一樣的時候 那別人都會不信很好 還是有 怎麼辦 怎麼辦 我只邀請願意的人來到我面前 這個跟什麼有關? 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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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緣分有關對不對 然後跟心想事成有關 我跟你講,這樣子的時候你的族群就已經篩檢過了 這個地球這麼大,人這麼多 夠了啦 真的 所以我只邀請願意 對健康專注的 然後用這種非醫療體系的一個方法 然後去促進他健康的人 所以我是把很大的系統 變得很簡單的那一個人 簡單到不簡單的不得了 只要你願意做就會 通常有時候我們出去 有一些小朋友在旁邊 我們就是叫小朋友幫爸爸媽媽做 他們聽了都會 這個是做的部分 那包含感知的是如此 感知的是如此 所以呢 我們就很簡單的 來跟大家報告一下 那我們順氣的幾個觀點 我們剛才有簡單的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所謂的他幾個要件 一個就是工具 一個就是方法 這個講義上面都有 那然後呢 我們很在意什麼東西 在意他的流動 他的流動 那我很堅持啦 流動只有一個方向 往下 水往下流 欸 記住了齁 身體其實不只這樣子啦 韌度二脈它就是兩個方向在走的 等到我們還有什麼 七斤 八脈 鵝 還有代脈 還有很多的 但是呢 我講我不是學術的 所以我們講最簡單的 一個就好了 阿 那天齁 真相蘇雲 那個中老師 那個中師兄齁 他說齁 氣叫什麼 氣叫做下流 氣就是下流 沒有錯 氣就是往下流 就這麼簡單 你就會記住人家跟水一樣 水不從往上跑 氣往下流 所以呢 這是我們的脊椎骨 然後呢 它會從腳 然後從手 下去 但是呢 它流出去就沒有回來嗎 有 它其實會再補回來 會從我們的百會靴這個地方再補回來 這個就是最簡單的一個氣的流動的方式 那因為 我說我不是把簡單的變學術的 所以我不會跟你講說 這個路線怎麼走 它走哪一個脈 走哪一個脈 有沒有 有 我們在打一套拳叫十二晶落拳 它這樣氣化起來之後 從肺筋轉大腸筋 然後就會下到我們身體上的 你可以摸摸看這個氣真的鋒起來 但是呢 要不要學 要不要花時間 要不要改變你的個性 要 沒有緣分 沒有 就這麼簡單 所以呢 只給最簡單的 最簡單的 如果它是有效的 那是不是我們學最簡單的就好了 不要學專業真的 因為它花你很長的時間 好 所以氣流下來之後呢 它會往上補回來 就這麼簡單 所以剛才我們提到 石器那個觀點 也是源自於這個 但是呢 我們講那個石器是 你身體上對吃養的那種能量 是從體內來 而不是體外 我們吃東西都從體外 齁 從體外 好 所以呢 這個是一個很簡單的概念 但是呢 我們還有幾個 比較我們常提的 比如說 這是腳的部分 對不對 然後這個 我們的踝關節 我們的細關節 我們的鼠細部 這個軸關節 然後我們的 腕關節 我們的肩鎖關節 還有我們的每一節的脊椎 我們的頸椎的部分 那這個啊 我們都把它稱之為中線 那中線的部分啊 它事實上它的氣 就不是這樣走 它是走橫的 好 這個就進入到治療了 所以我們如果在說 順氣的刮殺的時候 這幾個地方的做法都會不太一樣 好 不太一樣 然後呢 可能我們講說 往下走嘛 所以呢 我們如果這是我們的背的時候 這邊有個肩胛骨 然後這邊有個骨盆槍 那中間這一段到下面都是 往斜下跟往下走的 那這邊會有另外的走法 那所以呢 當我們中暑的時候 我們都刮哪裡 刮這個肩頸這個位置而已 我們通常很少刮到手 刮到腳 甚至於刮到頭 甚至於刮到肚子 但是呢 我們順氣刮殺 我們全身大概都會做得很完整 包含我們的喉嚨啊 我們的胸口啊 我們的肚子啊 很多人小婦婆大婦翁 這邊刮一刮 他就氣順了之後就好了 這個是身體的部分 所以呢 大太陽 身體的 就是這個樣子 他很簡單 我們常常幫人家做這個推拿的 他到最後眼睛通流氣 他氣就不回來 剛才你講氣會回來 但是他氣不回來 很快就化了 所以喔 推拿的是一種對不對 那現在很多的是什麼 就是那個按身體的 按腳啦 按手啦 然後那個指壓的 油壓的 他們都逆氣 所以逆氣的時候 第一個 心就縮掉了 心臟的壓力就進來 就悶了 然後心臟的血 就打不到頭 打不到頭 穩金 就是像師兄講 就繃起來 所以他回不來 所以這個是一個 我們講就是職業病的部分 我們大概你去看喔 如果你旁邊有一個人 他們是做這種治療 身體治療的 如果他的方法是不對的 大概三年 三年第一個被影響的人 是心臟 那他們的其他的 跟他的生活習慣 飲持 加腫進來之後呢 就申生其他的 所以大概五到十年 如果持續做的人 有沒有有 那代表他身體 身體可能比較強 像自己在練一下功 但是呢 不見得 他有辦法保持到 我們講 絕對的健康的肚子 所以很好 這個師兄有觀察到 那所以呢 我就剛才講 我有一個潔癖 就是 這個東西就是他必須要是順氣的 那 因為啊 像我們傳統東方在練氣的時候 我們就不會去做這些外在的行為 甚至於我們就會打打拳 所以這個時候 這個氣的循環 這個 他是被 怎麼講 被確認的 好 好 那 我想感謝 師兄提問 讓我可以喘一口氣 好 這個就是簡單的一個身體的架構 真的很簡單 那 我大概 這個東西 我談了十幾年 那 那個時候我只能夠談這個 為什麼 因為 因為在網裡面談 就不知道怎麼 我知道很重要 就是新的部分 但是呢 不知道怎麼談 不知道怎麼談的時候呢 就是有緣分 慢慢的 等一下就跟大家報告 心的部分 也很重要 那我們有方法 那還有零的部分 他不是不重要 那他必須要談的很簡單 如果不是很簡單 那就沒得談 沒得談 為什麼 因為有很多的 有 有 你剛剛講的 這個刮痧 刮痧大理是要刮到有桶桶 還是刮到有桶桶 還是刮到有桶桶 才是正確 通常我們這麼說 就是 如果你身體上有氣阻 氣過不去 那個叫氣阻 它就會起刮 就這麼簡單 所以我們中刮 撥到 下去三下 大概這個刮就上來了 那我們的經驗 因為我們這個是把它當成寶劍 所以大家很多人 在我們的身上 可能一個禮拜 是兩次到三次 多一點 所以如果是這個樣子的時候 你會發現 那個刮起不來 那個刮就不會再上來 除了說你有不舒服 你有在感冒還是怎麼樣 還是另外一個就是救傷 它才會再會殺再上來 要不然的話 用我們的做法 我也可以跟你保證 殺就不會再上來 然後呢 有殺跟沒有殺 除了這個怎麼講 就是看它是不是會紅 會不會變紫色的之外呢 你還可以感受到它的氣 順跟不順 那我們今天應該會有時間 如果帶藥酒跟刮沙板來 師兄說很願意讓我試試看 很慈悲 那我們等一下可以讓大家感受 那 雅琪那樣打不來都說 人沒多 就刮得更大 人沒多大 所以等一下大概 如果你願意的話 就會有機會 好不好 所以呢 我們剛才這個師兄問說 每一次刮沙都會起砂嗎 都會變成黑紫色的嗎 不是的 但是呢 會代表你的身體氣不順 這個時候是在一個疾病的狀態 好嗎 如果 因為說我們講說 健康啊 你必須要持續性的保健它嘛 它不是說 我今天有問題去看啊 我沒問題不去看 那你就不會去看了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就會用一個比較固定式的保養 比如說我們一個禮拜 像我們的客人 大部分都一個禮拜一次 那忙一點的兩個禮拜一次 就很久了 那到三個禮拜啊 那就是在看病 那不是在治療 不是在保養 大概是這個樣子 所以 這樣有回答到你嗎 謝謝 好 那這個真的是可以被驗證的 好 這個就是身體的部分 那到他的走向 啊 剛才那個師兄問的這個就是 當他有痠痛 麻緊悶的時候 都會起砂 所以呢 當你在治療前 治療中 治療後 你會發現這個現象會改變 這個 如果等一下有哪一個 很痠很麻的 我們可以馬上讓你體驗一下 就身體的部分 好嗎 好喔 所以我們比較簡單的 身體的部分 我們都會彈到這個地方 好 如果你有問問題 你拿回去的禮物會比較多 如果你沒有問問題 加上你沒有記筆記 對不起 你可能會記得最後面的那個湯姐而已 然後前面的誰都忘記為什麼 因為兩個小時真的太久 要請大家好不好 所以我們很希望說 欸 你問一個跟你有關的 只要一個就好了 那你帶回去用一輩子 真的 那個使用期間是無限的 是無限的 好 來 所以呢 接下來我們來談談新的部分 新的部分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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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